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上好 应该是中午了吧 今天是星期四 是9月22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12点07分 那昨天没有预料之外 就是美国央行真的是调高利息 75个基点 那这个是市场已经预测最低的门槛 就是这个力度 当然也有小数的分析师认为 他可能也会有一个100%的那个 调高的那个利息的力度 可是呢 结果是只有0.75%一个调整 那市场公布这个数据就是刚好是凌晨2点 那市场的波动非常非常的大 他不只是影响到股市 也影响到全部的金融产品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昨天的行情有多大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道琼呢 你看现在目前的昨天呢 最低价位来到3181点 几乎是收盘价 就是收盘价是几乎是在最低点 所以他收盘的时候是3183点 差那两个点数 几乎是在他整个行情的最低点 这个将近要突破 7月中的3143.9 我讲过了很多次 如果这个价位被突破的时候呢 就是证明了他整个从29,683到34,281 整个回调是算是结束了 接下来就是大盘呢 继续的下滑 那下滑的话 如果他突破6月份的低点的话 可能他会继续的往下走 那这个呢 因为是差不多要月底了 如果是在月底发生这件事的话 那肯定是10月份肯定是 行情是跌的 所以大家肯定要往这个方向切入 如果有稍微有反弹 我觉得反弹就是给我们做空的一个机会 OK 大家都要可能往这边看看 我们来看看昨天的一个行情有多大 你看行情公布的时候 这个刚好是这个是5点 4点 3点 OK 那公布的时候行情是先跌 跌了之后呢 他有莫名其妙在3点左右的时候 他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反弹 这个反弹的蛮大的 我看他这个反弹 结果呢 他也撑不住 结果呢 在他那个60分钟的收盘的 不是收盘 截止的时候呢 他变成一个反转讯号 那接下来都不用讲了 这个收盘的时候就要继续的往下走 那这个呢 看到是画面呢 是全部的金融产品 基本上是有很大的震荡 我们来看看S&P500 S&P500呢 这个是一个小时图也是一样 先跌 然后有一个小时图 他是猛涨 涨了之后呢 也没办法收尾的时候 在那个比较高的价位没办法突破 结果呢 他也跟道琼一模一样 到反来 然后呢 收盘价的时候 几乎是在昨天的最低价 OK 这是我们要注意看的 那我们看看他的那个 六月份的最低点在哪里 六月份的最低点 没这么靠近 没有比道琼靠近 道琼只差那一点点 就几乎上 可能今天或者是这一周呢 可能就可能会突破了 OK 那个 S&P500呢 它的主要的点呢 就在3721.5 OK 如果这个点呢 突破的时候呢 我就要把这个两个框框呢 绿色的框框给删除掉 因为他就是给我一个暗示 就是说呢 整个大盘要继续的往下走 所以呢 可能会往六月份的最低价位 就是3636.8 这个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那基本上呢 行情很明确了 非常非常明确了 因为呢 行情这样子走的话 他基本上是要往 这个六月中的那个 最低价 就是今年度的最低价 卖进 突破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的高了 因为呢 昨天也是一样 道琼 那个NASDAX100呢 也是在11636点 几乎是在最低价收盘 那接下来就是大家看看 他有没有突破11000 322.8点 如果突破的话呢 整个两个绿色的框框 也要被删除掉 留下粉红色的那个大框框 这个证明他的主要方向是往下走 这个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提示吧 那今天早上呢 恒生指数呢 恒生指数呢 也继续的跌 也基本上跌破了18235点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框呢 已经被删除了 OK 因为呢 这个价位呢 已经没办法撑了 OK 基本上呢 如果我们以 以周图来看 目前来讲 恒生指数呢 是今年度最高的一个价位 OK 也比2000 就是2020年的价位更低 所以变成呢 它整个盘呢 是要往下面走了 那以这个图案来看呢 它下面的空间 最靠近的一个支撑点在哪里呢 我认为非常靠近 OK 今天的这个价格呢 也是一个比较关注的一个价格 来 大家分享一下看 OK 就是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跟这个价格 我把这个价格看 18,056点 56.4 点4 这边的这个价格呢 目前已经碰到了 在这个价格如果撑不住的话 下一个方向就是多2000点 如果今天这个价格呢 突破18,000点的话 就往那个16,170点迈进了 OK 所以基本上呢 它的短期的一个 不是短期 它这个价格的那个方向呢 也是要往下面走 就是要往南部走 就变成呢 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切入 OK 看起来不是很明朗 跌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OK 那这个上海中国指数呢 也是一样 今天呢也是有点跌 可是呢 跌幅没这么 还没有比恒生严重 基本上呢 它还没有突破昨天的最低价 昨天呢来到3,091点 今天最低价位呢 92点 所以那差那一个点数 所以呢基本上呢 到目前来讲 还没有突破昨天的最低点 那短期里面 它还是有可能这个三波浪 可能会在3,000 3,000点左右呢 可能会有一点扶持吧 OK 可是呢 大面不是很明朗 OK 这个日经指数继续的跌 早上我看它跌的时候呢 现在呢 跌的更多 OK 今天呢 最低价位了 已经突破27,000点 所以变成呢 它基本上是还要继续跌 OK 我讲过了 这个三波浪行的这个目标呢 是在26,700点到26,200点左右 所以那还没有到位 所以这个三波浪行的 如果是一对一的话呢 它这个标 最最基本要来到26,700点 OK 我们看看美元吧 美元 今天有突破145 OK 今天早上第一次突破145 14540 那到目前来讲呢 还没有看到 日本亚韩有什么动作 所以变成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它可能会就 就这样子突破了 OK 上面的空间肯定是往那个 147吧 147卖进 147呢 就是它 1998年7月份 8月份的那个高点在147.67 所以呢 晚期里面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目标 那英镑继续的下滑 今天早上呢 还突破今年的最低点 我们来看看 今天早上来到最低点是哪里 是1.1220 OK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看到 这个 这个画面呢 是告诉我们的这个行情呢 是可能要往那个1.05走 1.05现在目前讲还有7000点 OK 7000点的话 有没有最近 应该是 应该是 还有700点 OK 还有700点的一个走势 所以变成大家呢 可能会 可以如果有机会的反弹的话 可能 再找机会 看看有没有 有没有办法再找一个比较理想的教科 去空它 因为呢 它行情很明确 它就是要跌 跌的力度呢 可能会越来越大 因为明天呢 这也不是明天 今天呢 今天英国央行也在考虑要不要调高利息 而且呢 调高利息的话 可能 会调高1% 所以那大家可能要有一个虚拟准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如果行情是认为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调高的那个利息的力度的话 而且英邦还在继续的跌的话 就是告诉我们 英国的那个经济真的是出现大问题了 因为连市场都不相信 调高率都这么高 它还是没办法保住它的货币 这个也是今天 昨天 今天吧 今天早上 那个日本央行应该是 我应该看看 应该是保持利率不变 看一下 好像没有注意看 对的 它没有改变它的利息的那个政策 所以变成的短期里面它还是保留-0.1 所以变成呢 难怪那个美元对峙币突破新高 到了突破145 那以欧元来讲它继续的下滑 今天早上有来到最低点呢 是0.9 现在以属于是比较低的一个价位 将近来到0.98 这个价位呢 突破的可能性很高 因为呢 下一个目标呢 可能是往2002年的8月份的 那个最低点是0.96迈进 那这样的话它还有 基本上还有200点的一个跌幅的一个可能性 短期里面还是比较疲惫 硅金属昨天也是跌 基本上全部都跌了 很奇怪 我们来看看 硅金属 这个是黄金 这个是12月份的期货 基本上呢已经突破 已经突破那个2020年4月份的最低价位 这个价位 这个价位应该在这 就在这边 应该是 看一下 1671块7 所以呢早上的话已经突破这个价位 看看它收盘的时候是不是在这个价位以下 最快最靠近的一个目标是1620块左右 所以大家如果是有空它的话呢 可能会在这个价位里面可能会找到一个短期的一个支撑 这个是11月份的那个银期货 美国的期货 也是 昨天有 有反弹 而且呢 它反弹的力度呢 有没有突破 基本上没有突破前一天的那个高价 昨天最高来到19块9毛6 就是星期二的时候 它最高来到20块 对不起 这个上个星期 昨天 昨天有来到19块9毛6 没错 上个星期最高价位是20块.05 这边呢 它没有办法突破 今天还在盘 那基本上呢 还是保留着银的稳度性 相比的话比黄金还要稳很多 如果短期里面如果想要 要做那个贵金属的话 可以考虑银 短期里面还是比较有比较有市场 那石油呢 昨天有涨 公布之后呢 它有涨一点点 也没有什么大动作 它涨了之后也是跌下来 基本上我已经做多了 你目前的价位呢 还是比我的买的价位还要高一点点 所以呢 这个呢我认为这个长期的那个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大 因为我们从那个周图来看 这个石油价格呢 已经在我这个我认为是可以稳定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价格呢 81块1毛7的话 是一个比较有可能支撑的这个价位 如果我的看法对的话呢 它可能从这边开始呢就开始走高了 因为它基本原因 那个石油基本原因涨呢 没有改变 基本上是市场的供应还是比较紧 紧绷 所以变成呢 需求呢 因为多两个月就是冬天了嘛 那冬天的时候肯定需要更多能源来 就是家里需要温暖 所以一定要保温 所以变成呢 它的那个需求量肯定会提高 现在呢 是西方国家呢 是大量的储存能源 所以变成呢 它的价位呢 我认为再继续涨的可能性很高很高 那说我已经开始做多了 变成呢 可是不是很大的一个仓位 如果我看到有比较明确的一个讯号的话 我可能会加仓 因为呢这个呢 如果是长期来看呢 它突破130块5毛钱的那个可能性 非常非常的高 因为它只是一个三波浪型的一个调整 OK 没办法突破21块呢 它根本是持续要涨 OK 所以呢 这个仓位呢 做多仓位呢 其实可能性很高很高 而且呢 它的目标在什么价位呢 从长期来看 它可能会来到最少200块一桶 OK 所以呢这个现在在80多块进场的 我觉得这个价位太美了 OK 可以保留长期的一个仓位 OK 那我们看看比特币吧 比特币啊 昨天也是比较大的震荡 先涨然后后跌 它公布的时候行情非常的大 它先涨然后跌的很凶 然后再 再 再一直跌一直跌 然后呢今天早上呢 来到最低来到18,157块 然后呢开始有点反弹 基本上呢 它是跟那个美国股市呢 的那个波动是 几乎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我认为美国股市呢 长期来看呢 是跌的话 那整个虚拟货币这个空间 也是应该是跟它类似 就是 呃 跌的可能性会相比的话 会比较高 虽然目前这个价位是 以比特币来讲 是已经是非常低的一个价位 可是呢 因为呢 它的相关性呢 跟那个美国股指的 特别是纳斯达的波动 太过相似的 导致如果是纳斯达 再继续跌的话呢 也 也难不 也 也真的是有可能 把这个虚拟货币 这个整个空间的给拉下来 所以呢 这个我们也要关注一下 然后呢 以太坊呢 是以太郎嘛 它也是昨天的波动 非常的大 你看 有这一根上涨的这个 这个 这个力度 然后呢继续的下滑 来到1218.8元 以目前来讲是 这个系列的最低点 那主要是因为现在呢 美国的 那个管理军呢 可能要针对以太郎 他认为 他是一个所谓的金融产品 应该是属于 他的管辖之内 那这样的话呢 肯定是对他的那个价格呢 肯定会有一点压力 那 比较有可能 涨的就是这个币 这个就是Ripple Ripple呢 因为他跟美国的那个监管群 现在在打关系 市场认为他打赢的这个几率呢 是有的 所以变成呢 你看他最近的价位是一直涨 昨天也是一样有涨到一个 先跌 跌了之后就猛涨到0.43 可是因为别的币也跌了 他也没办法撑 可是整个结构你会看到 他涨的一个 涨的那个力度已经呈现了 我们看看那个日图 日图呢 已经看得很清楚 他可能要这个是五波浪 已经有这个五波浪的可能性 ok 再来的话 他再继续走高 这个可能性 这相比的话 会比较大一点点 卡迪安诺呢 没有什么大波动 还在整个盘呢 基本上是在盘中 昨天最低价位来到0.425 属于是一个盘 横盘 这个也是横盘 Solana 他也是一个横盘的一个结构 看得出来 你看他的一个小时图 昨天也是比较有 比较相比的话 有比较大的一个震荡 跟他往日的一个 那个K图呢 有点不一样 所以变成了他管器里面 可能还会继续的跌 这个是Polygon Polygon的话 他几乎是一样 看日图吧 日图的话 他昨天有一点 今天早上有点反弹 可是昨天呢 来到六毛九 已经基本上是很明显 是一个三波浪型的形状 到目前来讲 他还没有到位 目标是在0.641 所以呢 可能他会再跌多 跌多 50个点吧 那个 币安币的话 也看起来好像有点稳定 可是呢 以目前来讲 他这个形状呢 有点像要反转的一个 一个意思 你看 昨天呢 他这个反转讯号很明显 那可能短期里面 他还会再往 在256块7 可能会 可能会跌破 然后呢继续往240块左右迈进 OK 目标是在221块6 OK 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 一个可能性 OK 别的币了吧 这差不多 动作都差不多 OK 没有什么不一样 OK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为止 那明天呢 星期五再跟大家做 圣灵录的一点 就是做分享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